几多电视剧中都有黑化的情节 非常幸福 与冯绍峰结了婚还生了一名可爱的小宝宝 赵丽颖演过许多电视剧 其中以古装剧居多 出演的第一部古装剧就是花千古 在剧中小古坚强善良 黑花等于花前看起来非常清纯可爱 黑化后的妆容也变得非常妖艳 尤其是蓝色的眼影搭配眼神 很帅气 再来看这位 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 他清雅绝俗 魂似孤涉仙人 当楚楚可怜的白兔版周芷若 从灭绝失态死后逐渐黑化 化妆师不仅加粗了他的眉毛 还让原本向下垂的眉尾植入鬓角 有了点剑眉的锋利 锐气 同时 原本只画到眼角的眼线和眼影 也都向后延伸 挑起 黑化版周芷若完美出炉 然后是大秘密 扶摇在前段时间也是很火 大秘密的黑化也很令人惊艳 尤其是姨妈似的口红 加上表情展现出了阴郁暗黑的气场 最后是《甄嬛传》里的安玲蓉 跟前面几位不同 安玲蓉的黑化并没有在妆容上下很大的功夫 而是把刘海掀了起来 瞬间感觉都不一样了 看着特别有气场 一看就很有心计 大家对于黑化的女星们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